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琼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我们来跟同学谈校园环境跟建筑物的拍摄 同学身处在校园环境里面 很基本的大概就是环境的这些桩点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建筑体 这个单元就希望同学开始去试着在校园环境里面 去寻找各种可能拍摄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主要是跟同学谈建筑体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同学大概每年都会有人告诉我说 老师学校建筑物方方整整的 空间又不漂亮 又很多元素是重复的 它不好拍 没错建筑摄影 建筑量体的一个摄影 在我们摄影学上面也是一个非常专门的一个技术 那之前我们在课程里面的时候 有跟同学分享到说 你如果是要把整个量体都融入的话 因为建筑量体比较大 那你通常退的空间要够以外 还是拍不进去那么大型的一个建筑体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要去换你的镜头 让它变成这个广角镜 那但是利用广角镜以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 在边缘的部分就会有一些变形 那当然呢 你拍这个立体 一条直线 建筑体这样子 你用一般的这个标准镜头拍 其实拍到延伸到尾巴的时候 它一样都会变形 只是那个东西的变形 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当然也会有人特别去用这个哈哈镜 去呈现这个建筑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效果 那就要端看你 到底要拍出什么照片 那你告诉我说 老师我手上就一台小DC 我也没有办法拍出整个大型的建筑物这个量体 当我让它都融入的时候 可能周边很多不好的景物 不好的景象就会跟着放进去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跟同学谈一谈说 你可不可以用一些移动身体的方法 去让你的这个景框里面的内容更为干净一些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试图的去拍一些局部 或者是比较一些特别的表现方式 那以下我们一样就用一些例子 同学拍摄的一个作品 来跟同学分享说 其实拍校园建筑或者是环境的时候 你也可以有不同的这个角度跟看法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后续同学去试试看 好 以下呢我们就来跟同学谈建筑物跟校园 环境拍摄的一个手法 有哪些的手法可以用 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去拍建筑物跟天空呼应 不要忘记说 老师我今天你规定我要拍建筑物 所以我的框框里面只能有建筑物 不是 你可以去试图的找这个建筑体特别的跟天空之间 特别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个呼应上面的一个拍摄 第二件事情你可以利用周边环境的一些点景 去让它呈现这个建筑体可能比较揉面的一个关系 或者是利用前面的一些装点去遮点它 可能一些重复不太有趣的线条 好 第三个部分呢你可以直接呈现建筑物体 这个你眼睛去看它的这个消点关系 当这个消点关系被放大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蛮不错的表现 好 第四个方法呢 我可以不要拍单动建筑物 我去观察我的环境说哎那这个部分的这个 啊 线条变化是非常好的 它是两三种建筑物在一起的 好 这个时候我也可以在每一栋建筑物之间去取它 局部分配比例多寡的方式来做拍摄 好 这也是方法 好 再过来呢 哎 你的建筑物真的不怎么好看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利用一些剪影的方式 或者是局部的方式去做拍摄 好 局部可能哎 这个建筑体的这个斗拱特别美丽 好 我可以试着去拍拍看 好 再过来呢 哎 建筑体如果一直重复这些元素是这么没趣的 我可不可以试图的去找找看我阳光的变化 光源的角度变化 去美化我的建筑体呢 好 也是可以 好 另外呢 你也可以利用建筑物跟天空之间天际线的变化来求取你想要的感觉 最后一个方式 你也可以从从上面往下看这栋建筑物 或者从底下往上看这栋建筑物去做出不同角度拍摄的一个移动位置 它可能呈现某一些还不错的效果 好 讲到这边大概我们建筑拍摄所有可能的方式 我们都谈了 那以下我们就来看一看同学的一个拍摄作品 好 第一个部分呢 你可以试图的开始去利用它跟天空之间的一个呼应 那这两张照片 那这两张照片它的呼应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左手边的这张照片你可以看到 它去拍一个非常侧面的角度 然后流出一些天空 跟建筑体之间 其实它们只是在谈线条的关系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呢 我就说我从室内往外拍 我去用借景的方式 去拍外面的一个景物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方法 再过来一样跟天空呼应 我们跟天空呼应的同时 除了流出大片的天空 大片天空跟建筑物之间一定会有一个切线的关系 而这个切线的关系就是你要去找那个落差 去找那个落差 让你的视觉它是有趣的 它是快乐的 那右手边的这张照片比较特别的是 拍摄这张作品的同学 他根本就决定说 我要把这个电线杆 一般人都觉得很丑的电线杆 就纳入我的画面 我去寻找比例的一个关系点 拍出还不错的感觉 再过来呢 同学可以开始利用周边的一些点景 比如说我们的正中间的楼梯 有红色的 旁边就是绿色的 然后有一些钟楼 然后这个树的这个枝芽的一个关系 它可以柔化整个画面 柔化整个画面 那右手边的这张就更特别了 它说呢 我真的找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只想拍一些线条 然后呢 它甚至 甚至它的主体 大概就是那一面水墙 但是它又不去把它放在那里 它放在哪里 它去把它的焦点 它去把它的位置 它去把它的判定 是放在前面这几片绿叶上面 也可以形成还不错的一个效果 然后再过来 同样都是拍我们的楼梯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不同的角度拍出不一样的结果 有不同的角度可以拍出不一样的结果 而这些树枝的这个阴影 跟量比例的多寡 也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呈现 这两张照片给同学做一下简单的比对 同样的 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 我去利用一些绿色的植栽 绿色的坡度 然后呢 去看前景 后景 天空之间的一个关系 也可以塑造不一样的照片 好 一样 利用周边的环境的这个点景 那左手边的这张图 同学可以看到 它非常的完整的拍摄的这一栋 我们的建筑物 但是这栋建筑物呢 其实拍摄的过程中 你把你的视觉往下移 就会发现是下面是乱了 但是这个乱 是你在这张照片 第一眼闪过去的时候 看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视觉会被右上角的 这个简单的前面的景点 给吸引住 然后呢 再看到自动建筑物后面的山线 那这个就会有不一样的错落感 同样的右手边的这一张 它保留了最右边的这个绿 绿植栽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你在视觉的一个跳动上面 你是从这个绿植栽一路往下掉到这个建筑物的屏屋顶 然后呢 左侧的部分 屋顶在升高 所以这就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天际线的一个关系 那同样的下面的斜楼梯是一个横切面 它让这个画面丰富性了 丰富性增加了 所以一直在跟同学强调 你不一定真的要拍整栋建筑物进去 你也可以去选择不同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表现 去走一走你身体的位置 去跑一跑 左边跑一跑 右边跑一跑 前面后面都跑一跑 看一看我怎么样在这个框框里面 去选择一个我喜欢的这个比例横切的一个关系 OK 还有这个线条对于视觉的一个延伸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样利用的植栽 一样利用的植栽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们利用的植栽 然后就有一些阴明面的变化 然后去柔化了像右手边的这一张 粗大的这个质感 然后再加上这个墙面 建筑体墙面的这个阴影关系 再加上右下角的这些比较深色的绿植栽 这张画面就变得非常的有趣 那左左边的这张一样 也是利用绿植栽的方式 然后你可以发现它什么 它流出很棒的天空面积 让你去做不一样的视觉引导的时候 你会有一些往外延伸的一个想法 再加上你每一个线条都不是正垂直正水平的 它就可以产生一些流动感 可以产生一些流动感 那同学可以试试看 那你说 那右手边的这张 那个建筑物就是直的直的 横向也是直的 纵向也是直的 就不好看 但是你就可以发现 这个粗的质感吸引了你的视觉 往下掉的时候 你看到后面的这个山形 有没有 那条曲线 它也可以去做一些柔化 再加上右下角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重心偏了 重心偏的时候 你要让下面稳定 你让下面稳定 所以下面的这些直栽 又可以被你选去 所以同学 你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在讲说 你拍一张照片 其实它就是一个计划 它就是一个计划 那你说我又不能像我平常做设计 空间设计一样 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搬移空间里面 任何一个经典 那我竟然是必须去找的 没错 当你在做设计的过程 也是这样子 你说我有很多的理想 可是你的理想不是业主要的 所以你就要去做一些选取 一些选取 去决定在业主跟你的设计理念中间 我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平衡点 同样的环境都在那里 你今天不可能接了一个案子 业主说 我要A 我不要B 我要C 我不要D 这个时候你说不行 我给你D就是最好的 你要照我的意思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再拍摄一张照片 快门 要按以前 你要多去斟酌 在整个画面被你设计的时候 你到底看到什么 我想这个是我们学设计的人 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摄影中培养你的眼睛的锐利度 有助于你未来面对自己设计作品的一个自信心 这个是我希望分享给同学的 一样的 来我们来看一看 你拍建筑体 虽然我们的主题叫建筑 但是你可以开始利用周边的一些点景的方式 前景 称景 那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都是利用了前景 都是利用了一个前景的方式 那去创造不一样的这个比例之间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点景特色 那你可以看到右手边的这张 基本上那朵花 是拿在手上的 拿在手上做装点的 那这个也是同学未来可以去尝试利用 就说 我真的找不到我任何的好看的这个点景的时候 实际上你可以拿一片叶子 一些树枝或者是一朵花等等 来作为你的前景 那一样你可以看到右手边的这一张照片的左下角 绿色的这个叶子 它做前景 然后因为很前面 所以被模糊化了 因为很前面 所以被模糊化了 那这也是一个点景可以运用的一个方式 好 再过来 我就是不管它 我就是呈现这个建筑体某一些细部的一些削点 我就是让你看到这个直直的线条 横横的线条 那这些视觉削点的一些关系性 那这两张照片其实都是还不错的照片 那尤其是左边的这一张 刚好有这个深的遮阳 然后产生一些一明面之间的一个特色跟关系性 OK 好再过来 我一样这两张照片 我用 我从底下往上拍 我就是要拉出这个削点的线条 我要拉出这个削点的线条 然后这两张照片 其实 左手边的这张不错 但是你会发现怎么样 看起来 它的环境就是灰暗的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呢 我们加入了什么 我们加入的光线 阴影 对象的这个建筑体 落在这个玻璃面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位置 那拍出不同的一个感觉 那同学也可以参考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从底下往上拉 我就硬生生的要告诉你 我就是要看这个线条消失的一个关系 所以它其实都可以有一些 还不错细部的一个表现方式 不要告诉我说老师建筑有什么好拍的 除非像101大楼这样子 不然拍起来好像不好看 其实不然 我不止一栋的建筑物 我把它纳入我的景况里面 可能也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些作品 你可以看到像右手边 这个角度看过去 其实就是一个一线天的关系 然后你就是看到这个天空的这个天际线 跑动的一个关系 它会增加你视觉的流动 那左手边的这张也是 因为点景的关系 高高低低的错落 跟流出来天空面积的一个关系 你很快的可以去觉得 它是一张还不错的建筑物表现照片 一样多动建筑物 不同的角度上面去做一些 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我真的找了半天 我可以试着去利用 剪影的方式来表现 剪影我要表现的时候 也可以表现建筑物跟点景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直接我让外面的曝光 我去对外面的曝光 然后让这个建筑体 整个就呈现一个黑暗的 半剪影的这个线条效果 我要的只是这个线条的一个关系 那这会是另外一种拍摄的手法 我们有很多小小的单点 跟天空之间的互动 你也可以利用剪影的方式 来做一个不同的表达 那你可以看到 学校的这个立牌 原来跟天空之间的关系 是这么的可爱 那左手边跟中间的这一张 是我们的这个铜像 跟天空之间的互动 那也是一些还不错的可爱作品 同学可以做参考 好再过来呢 我们学校里面 其实有很多局部的一些空间 还不错 像这两张照片拍的是同一个景 母校留念 可是因为是不同的时间拍摄的 你可以发现季节 对它影响是相当的大 然后你也可以发现 同样的一个纪念钟 角度不一样咯 角度不一样 原来可以有不一样的效果 同样的 选取的季节 不一样的时间 也会有不一样的天空呈现 那你可以让照片是丰富的 你也可以让照片看起来是萧条的 那这个同学可以分享 好再过来 学校也有很多细部的东西 比如说这只可爱的小楼梯 它也会有不同的角度拍出不错的效果 好那你可以看到 右手边的这一张 我的相机就是怎么样 好转身了 好我把它转成长相的 然后呢我就是拍出这个小楼梯直直的感觉 然后呢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很规整的楼梯 好所以呢你就会发现 它是可爱的 好那像这一类的景物呢 同学有的时候去淡水啦 这一类的这个小空间 或者是乡下 也时常都可以拍得到 甚至在这个石头斑斑勃勃 墙面之间的一个关系 也都是很好的作品 好那左手边的这一张 你可以看到 是环境里面一些曲线的一个关系线条的一个掌握 然后跟外部 它不是只拍楼梯 你可以看到它外面的这个地平被拍到了 右边的这个 绿坡地被拍到了 但是都可以产生不错的小小角落的一个效果 同学可以做参考 好再过来呢 校园里面呢 有一些小小的空间 小小的装点 其实也是可以拍摄特性的一些作品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扶手 再加上夜间 点灯 心芒镜的一个利用 可以拍出这只扶手这个光滑的一个感觉 那左手边的这个小雕塑 同样的这个天鹅雕塑 也可以利用跟这个天空之间的一个变化效果 拍出一个蛮柔美的一个线条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同学可以拍得到 这只天鹅 然后上面有不是那么的白 它可能是蓝一点的一个天空的一个效果 同学可以试试看 它应该会有更多不一样的这个 线条色彩的一个表现 好 一样是局部地景的一个拍法 同样拍扶手栏杆 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大范围环境的一个掌控 也是一些还不错的作品 然后左手边的这一张大概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呃 测效门的一个部分 好 那测效门的部分呢 它的线条非常的丰富 好 同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拍摄不一样的一些结果 那也因为它的材料比较多元 好 呃 也会有一些还蛮不错的表现 好 那下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两张照片全部都是拍我们的测效门 好 角度不一样 你感觉在线条的分割上面 在景框的分割上面是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 好 同学自己也可以试试看 好 因为我们这个侧门呢 好 有直线 有弧线 然后有非常多元的色彩 好 那呃 跟天空之间的一个互动比例关系 好 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呃 去做选曲 应该都会有还不错的作品出现 好 同学可以试试看 再过来 好 利用光线 好 或其他光源角度的一个灰影的关系 好 学生活动中心是一栋比较老的一个建筑体 好 那但是它代表我们学生活力的一个象征的移动建筑物 那它的颜色呢 哎 又稍微深一点 好 怎么样去表现活动中心 漂亮的地方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哎 同学就开始利用这个黄昏时候的一个光影 好 之间的一个变化 呃 拍摄的角度也很好 好 去寻找到我们真的要表达的一个主题 跟这个天空之间互动的一个关系度 好 那左手边的这张照片 好 是我们这个校门出入的这个正宗入口的一个地方 好 刚好太阳光洒下来的一个状况 好 好 可以产生一些还不错的光束 好 这个部分同学也可以试试看 好 利用呃 太阳光跟建筑体之间互动的一个关系 拍出不一样的感觉 好 一样好 利用了阴影的角度的关系 好 那去柔化了一个活动中心 好 让它去切了一条斜线 好 然后这个呃 正中间的这个建筑体 好 呃 我们的新华楼 好 呃 就非常的亮 好 好 那右手边这边 好 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面 那有一些这个绿植栽来做一个点缀 好 那左手边一样好 好 刚刚我们前面同学看到好 好 是一个直接从底下呃 仰视拍的一个照片 好 把亮体拍的很大 好 好 那你也可以退一步好 好 那去看一看跟阳光之间互动的一个关系 去拍这个呃 楼梯间的面也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好 好 再过来好 呃 呃 我们用不同的角度 好 比如说鸟坎或者是低角度的一个拍摄 好 那呃 鸟坎好 跟外环境的一个呼应 好 低角度的拍摄跟天空之间的呼应 好 也会不错的一些成果出现 好 再过来好 一样鸟坎的右手边是鸟坎的 好 左手边是从下往上拍的 好 利用一些 呃 天际线的关系 或者是错落的关系 或者是比例的关系 或者是像右手边这种狭弄的一个关系 好 都会有一些比较戏剧性的效果发生哦 好 然后哎 终于有人去拍一整栋 好 完整的 呃 一栋建筑物 好 然后这一栋拍起来好像这个呃 龟龟龟龟的这个呃 台电大楼一样好 呃 这也是呃 不错哦 终于有同学拍出一整栋完整的建筑物 然后他呃 选取的这个角度 好 也还算蛮中规中矩的好 同学可以参考看看好 如果你试着去把我们学校的每一栋建筑物单一的都把它拍出来 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拍出这么美的照片呢 好 所以我们再跟同学重复啊 呃 建筑跟校园环境拍摄手法好 建筑物基本上好 他就是直线比较多好 好 那在直线的一个空间掌握上面好 好 跟环境的互动上面有的时候好 同学会因为他的量体很大比较难以掌控好 好不要忘记告诉你说你可以利用剪影的方式或者是局部拍摄的方式 或者是有趣的鸟侃或者是俯视的一个角度好 好 那充分的利用呃 呃 周边景点跟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好 好 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色彩的变化或者是天际线的变化好 好 或者是直接去抓这个消点的感觉好 好 好 那这些都是你可以利用的方法 好 空间摄影与应用 校园环境与建筑这个单元我们跟同学谈到这边 谢谢大家